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小编听说最近猪肉价格已经涨到30元左右了 太恐怖了 并且照着这个趋势貌似是只能不减了 那中秋节会降价吗 并且最近听说人造肉的问是 那会是猪肉的价格降低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都知道自从这个猪瘟出现以后 带给养殖户的损失惨不忍睹 也使猪肉的价格一天一个价 一路狂飙上涨 所以有很多专家提出 要利用大豆蛋白和碗豆蛋白 来制造人造肉代替猪肉 虽然目前专家们还在讨论中 而并非只做上市 但这个人造肉如果一旦上市 能否引起降低猪肉的价格吗 答案是影响不大 也就是说人造肉的出现 不会对猪肉价格起到缓冲作用 也不会影响人们对猪肉的热爱度 一是各种素质品人造肉达不到动物蛋白的要求 需要补充营养的人还是会选择猪肉 就算个学在发达 利用动物的干细包培育出来的人造肉 对目前来说 产量也不会高 更何况成本不会低 那可想而知 投放到市场价格也不会低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即使是人造肉的出现 也不会影响猪肉的价格 那么人造肉什么时候可以普及呢 有点美味于产养的地形